老师与集集镇农会志工专心在为长辈化妆 长辈的服装不但精心挑选 更由政长与议员等地方名义代表牵着长辈们走红毯 这时候八张社区举办的母亲节活动 因为妈妈平常都会不选择穿比较漂亮的衣服 所以这次的母亲节特地来想这种idea 让妈妈把最漂亮的衣服拿出来穿 老师也帮我们提议说用这种走秀的 我们就用这种走秀的方式让妈妈走得更漂亮 还有长官来陪他们一起走 可以有快乐的回忆这样 为了让长辈有一个难忘的母亲节 社区特别与农会合作 在老师与志工的协助下 长辈们穿上漂亮的衣服 花上美美的妆走上红毯 过一个开心又难忘的母亲节 社区今天在办母亲节 我们大家老后的胖子都没化妆 今天化妆时感都化妆 我们心情很好大家都变年轻十八岁 很快乐的 所以就是第一次这样 以前都没有 以前都没有这样整齿齿齿 我们老后的都办公了化妆 这不怕怕怕胖子 头一次啦 有啊 这时候我们大家感情 我们心情人心 新议员黄春林 幸运萌也到场参与 议员们也强调 母亲这个角色是相当的辛苦 除了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以外 未来在议会也会针对老人福利 继续的来争取 社区活动里面能够学习成长 相对的在这里也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们南投县政府对我们长辈的福利 各项福利 措施是全国明列前茅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一项 大家社区都能像我们八项这样不错 我们八项社区这些所有的成员 觉得很有福气 我们在这里要祝福大家 所有的妈妈们都母亲节快乐 巴掌社区长辈们手拿康乃馨走过红毯 长辈们满脸笑容 社区的用心也让长辈们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母亲节 记者邱平易 吉吉太坊报道